男人不经意间抬头望向女孩 下一秒却直接愣了身 女孩的长相和两百多年前 他妻子一模一样 男人名叫小善 两百多年前 他带着白月光私奔 在和追杀的人打斗途中 不慎跌落到一个山洞里 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吸血鬼 还被咬了脖子 而就在吸血鬼放松警惕时 小帅掏出匕首 通进了他的心脏 却不料在捕刀的过程中 心头血溅到了他的嘴里 他也因此变成了吸血鬼 可由于当时血液还没流到全身 等朋友把小帅带回去时 白月光以为他已经身死 又拿着匕首殉情了 而在这之后没多久 小帅又猛然惊醒 看着爱人的尸体 他充满绝望 想着两人曾经发誓 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 小帅便在这无尽的孤独中 等待了两百年 还时不时帮警察捉罪犯 趁机用他们的血液进食 而刚刚 小帅正在和毒贩做交易 正要得手时 大美突然冒出来 面具下的那张脸 让他恍了神 甚至有人靠近都没发觉 黑衣人连开几枪 男人却毫发无损 反手拎着肩膀 把他甩下悬崖 女孩开始急速下坠 轻轻一发之际 一个黑影冲的欧婷月下 女孩眼前一片模糊 还没等看清男人的长相 就晕了过去 第二天 大美睡醒在自家的床上 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可要下床时 还发现腿上有个伤口 才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原来 昨晚大美被小帅丢在路边 正巧调查毒贩案子的警察 是他的小竹马 顺路就把他带回了家 路上 警察哥说 昨晚的酒店里有非法交易 大美立马惊慌起来 正想着怎么演示过去时 警察哥却把他带到了警局 大美以为自己暴露了 知道检测结果阴性 小帅这才放下心来 可接着 他要拿出在现场发现的大美的手机 大美这才告诉警察哥 昨晚他去酒店给同事送文件 结果撞见去美国留学的男朋友 在派对上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他伤心之下才跑到天台 酒精上头要跳楼 警察哥心疼地抱住了他 可此时 小帅突然出现在远处 大美以为自己眼花 没把他放在心上 上班时 因为昨晚的一去不回 他被上司骂了个狗血拎头 还因此被炒了鱿鱼 而就在他发愣时 领导推门进来 说要找大美 还把他带到了会议室 原来小帅发现白月光的转世后 决定要展开追求 他找到了掩护他在人类世界生活的家族 让他帮忙搭建 假装自己从海外归来 要在泰国定居 来大美的公司买房子 可大美才刚工作 对很多事情都不熟悉 其他人连忙自荐 却遭到无情拒绝 那麦都不熟 standard 可以讨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